示威的组织者 加拿大绿色和平组织的发言人Peter McHugh表示 示威行动是反对油沙开采的大规模民众运动 参加者响应和平示威的号召 冒着可能被捕的危险 为的是向哈佛政府表达他们不支持油沙开采 要求建设绿色能源经济 以及尊重原住民权利 维护当地环境和社区人士的健康 本次活动也受到8月在美国白宫前的一次抗议 Keystone XL输油管项目的启发 当时加拿大演员Margot Keeter等数十人被捕 示威者在一个名为沃泰华行动的网站上签名 于今早10点赶到国会山的百年火焰喷泉周围展开静坐 参加者来自20多个环保组织和原住民组织 一些知名人士也加入声援的队伍 包括加拿大人议会主席巴鲁 他表示政府需要制定计划发展替代型能源 数十名皇家骑警和保安人员在现场展开巡逻 防止示威者进入国会大楼 抗议过程当中有数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 杀手